大家好 那我們先進行快樂結局地上的選項 那喜歡我們頻道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訂閱IG、FB還有繼續 每週六日晚上9月半會開播 那遊戲會在公告FB或是IG上面 還有Youtube的社群裡面 好那我們繼續吧 這期五法下決定 哇塞卡克 我到底該怎麼回答 憑也想著各種詮釋的方式 不管怎麼想 都找到那個正確的回答 為什麼要罵? 我無法做出回答 我自己的想法或是情緒都還沒有整理好 塔克回到原本世界這件事 都是始終一致 但是我對自己的塔克 都在抱著什麼樣的想法 我自己都不清楚 但塔克對我而言上很重要的存在 不過這番感情 即使就算是很難以來 實在是很難以言語表達 甚至喜歡 不過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自己的根本已經搞不去很多 保持著沉默 卡克也一樣保持沉默 像卡克看起來很悲傷的樣子 不過我實在沒有資格再多說些什麼 多說些什麼 我一直看著卡克的側臉 卡克打破了沉默 太久不見了 沒什麼太可惜了 讓我聽到什麼 然後再說我 卡克說在沉默 就在沉默 了 在沉默 在沉默 我只有這樣 卡克 我沒有心配 我 是 Bijan 還沒泥 我可能是不是 我不是在沉默 也是做好 你哪有甚麼事 哈哈哈 啊 这一句话 你忘了吗 这话的 忘记了 战场 只要我离开 离开 离开 禁忍不能守着 我知道了 这刚刚所说的一次影响 我知道这场仗美将一触起放 禁忍和一同行动 这就是最终的最终的 你也很好了 这 所以说 上海上的这花花开天际的咆哮声 卡克一刻了解暴龙梦已经来了 早先起了一步声 卡克带着伤心的表情走在我前面 我赶紧跟上卡克的脚步 是暴龙梦 在卡克的世界里等同于灾难级的邪恶怪物 吹走过无数的国家将能避兑恐怖 且绝望生命的怪物 卡克的证明这么说过 我当时发现这种怪物只会出现在一世界而已 怎么可能生命到这个世界 把你留别住魔 我错了 我算太天真了 卡克只是远回到这个世界 或是这个暴龙梦所做的好事 卡克说暴龙梦队侵入这个世界毫无意图 暴龙梦队没有魔力的世界毫无兴趣的样子 现在等于 一直好期待试试 这是如卡克所说的一样 秋远的街上出现巨大的异形 我实在无法乐观看他这件事 那是什么暴龙梦 看完好爱 未经过 画舞 art Burger 和高词 directly 现在 过程 ever 别生懒 别生怒 对 好可惜,Diablo! 我的翼都被剔掉了? 我看了,我看了 我看了,我看了傷心 我看不見的地方,我看不見的 我看不見的,我看不見的 我看不見的,我看不見的 我... 我... 你家是3D還沒COMP的樣子 Bless! KIKUN! 我... 好... 我... 我... 你這麼多光是給包圍住 不然我操縱我方向突出了火焰 Bless的威力是相変的 我的人是給你 XX 殺我… KIKUN的鬼力貸して沒有魔法! KIKUN的魔法康征強化! Bless digit完毫了瞬間分不不不 對! 哈哈哈 香水軍我很好 我自己是否給他們 Bless us... I 差點傷害破了 Bles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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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ess us... 就把壁砍掟了,就把壁砍掟了,接近壁砍掟了 不停地放掉手,就把壁砍掟了 那天你被人遇到 故意不禁叫得起啊 塔克的操槍暴龍魔 揮下手衝人劍 這麼機率的戰機 暴龍魔不可能滾入過 但是 原來他遺忘了寫那小秘密 暴龍魔一說話時 將那尾巴朝卡赫的重重也揮了過去 你一定要知道 我的塔克被哼哼的掃在地上 聲音通道無法起聲 連聲音都發霧出來 痛痛痛 大老師好像還活著 這就為塔克所佈下的魔法牆之故 但是塔克躲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卡特 我一下就醒了 不過聲音就通道發不出聲音 不可能我沒事 塔克就這樣一動也不動嗎 為什麼一直都醒不過來 天啊 人的叫人 唉 我以為我還這麼抗阿密 確實這麼脆弱 我也沒有在下手做的必要 接下來 都叫人給我護蝦們 好好的看著你 暴龍魔似乎 失去興趣的樣子 原本看著我們的 他離開的視線 可是他都這麼包圍住 雙頭朗誕一句的 還有比暴龍我小一隻點的龍也在 我都還該怎麼作 我全部是這些怪物對手 這麼重啊 我都還該怎麼辦 你的內心群望 越來越慘重 像有酒為寶卡赫 這樣子站起來和怪物相互對峙 哦 保护你骑士的矮小人类啊 还真是抱歉 我就这么矮巧 酸得骨头坚强 声音却不舍的颤抖 别对哈克下手 要的话 对于我带领对手吧 真是愚蠢 这样的话 你试试看 兜兔如火焰时 保护那家伙看看啊 帮你大口吸着心打烊着我 谁要没有魔法装备的王后 一到时候他吐出我火焰 我大概一颗粉酸素果化成灰吧 今天我想保护塔克 他要被焰焰的化成灰吧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愿意离开 闭在眼 等到暴龙母的火焰将我吞死 但是我一直等不到那毁灭性的一颗来袭 有人点点我的尖 我便睁开眼 我只是在一颗艺术水 我还是不愿意离开眼 你还不愿意离开眼 你不愿意离开眼 我没有说什么 我心中的悲鸣 但我只能有其他力量 我送你 我扶着我扶货了 账号参与 相信考虑我的剑 剑我所能做你的猴子 一 一一 这马剑被光给弹了 剑被化了一个巨大光满 我的光满的围绕像 失去的意识 当我睁开眼时 所有都已经结束了 光满已经被击退 卡克也按照原理的计划 再说回怪物带我原本的世界 那种魔法 魔法症也已经开始死 魔力仙正慌患着 要这么急就回去了吗 もちろんだ 今は結界を張っているが モンスターを取り逃がせば こちらの世界で犠牲者が出る それに ディアブロの魂はまだ生きている あちらの世界に逃げたようだが とどめを刺さなければな 奇君の協力がなければ ディアブロは追い返せなかった で 奇君と過ごした日々を 私は誇りに思うよ そして 我忘了 怎麼發生就很消失了 啊 現在知道有些說起什麼 可是卻找到適當的詞 對他的誇張不斷話說 有種人的誇張真的是沒有發生的事 兩個社團調整的責任 也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一直帶走 但我們就能不能讓人一起 對他自己的想法 就這樣對他 還有這次懊悔 發生了 我現在決定不太難 等等我 當我拆走時 卡克爾有一段光束光 像是個無影無蹈 秋月園的市中心 安靜的街道上 什麼事都做不了的我 待在住在那裡 卡克爾已開日子 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我也回歸到原本的日子 雖然和卡克爾下市之前的日子 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內心卻像被開的洞一樣 應該是分他那幾天 我沒有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吧 有時候生氣會在秋月園的街上 尋找他的身影 我還真像個女人 到時候 當然到時候見不到他的身影 和卡克爾相識到一起生活的日子 就像是中文般的快樂 如果那是夢的話 像的我也不會感到這麼痛苦吧 房裡還擺著卡克爾的東西 有時候 我想可能哪一天 他會回到這個世界也說不定 真是丟臉 我拿著鑰匙圈 默默的寧喊著 那現在還好嗎 不曉得有沒有安全的 見到雙肌和騎士床的人呢 我一邊想著 一邊躺在床上 有沒有嘗嘗卡克爾的味道 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 味道就這樣淡淡的消失 我不能一直這樣 帶著不捨的心情啊 卡克看到我這個樣子 可能又覺得我很渡浪吧 他可能會說 剛剛給我震受起來 如果他能不能活力 度過這一切 那我也要 我從床上跳來起來 把自己關在充滿他的味道的房間 什麼都做不了 把過去的回 當作是未來糧食 我把手上的鑰匙圈 放進一個月中 最深處的巷子 卡克爾 我要繼續往前走了 不能就這樣 躲在自己射陷的局限裡 我用力打他家門 走出沒有塔克爾陪伴的世界 好 好 換一局就是這樣 很 很突然啊 好 那 換一局 就先到這邊啊 那我們下兩集大家介紹 另外兩個結局吧 小朋友們大家好 記得按下訂閱按下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I還有追蹤 謝謝大家支持我收看 掰掰